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聊一点这个趣事吧 咱们叫齐文共赏 江泰公在前面的节目里也经常做一些就是我看到的好文章 那么拿出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 这一期呢 我们想来说一个呢 最近的一篇网络上很火的文章 叫习近平有点像崇祯皇帝 这个文章实际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呢 又勾起了江泰公的回忆 大概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吧 大概就在2011年左右 有一次江泰公喝酒呀 跟几个哥们喝酒 习间呢 有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么我这个朋友呢 当时已经是快70岁了 道情非常深 就是他对这个周易八卦啊 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精通的 等于说在国内也是有点明气 那么我们在这个山里头一个农家乐喝酒的时候 就谈这个习近平啊 上台以后会怎么样 那么按照他对这个天人合一的理解 就是他感觉到 就是你人在地上干的事 是跟上天有一个对应 因为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像我们这样想的 就说任何事情都是天主定的 他不是这样想的 那么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就是他说呢 就是给予中国这种皇权统治 你就是共产党上来统治以后 实际他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皇权统治嘛 那么这个呢 中国这个政治呢 他就讲到是天道合一 一旦当你这个政治集权 就你这个个人跟天道不合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就到了王朝的末期 为什么说中国还是个封建皇权呢 这个呢 实际在这个观察里头有个段子 就是领导在解释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 那么他有这样几个定义 就是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 现实中的资本主义 口头上的社会主义 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他们的解释 就是说你不要看他口头上去讲的是什么东西 他实际做的是另外一套东西 这个就是哄我们屁民的 这是中间江泰公插一下 那么他当时讲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都大吃一惊 然后他就跟我们从这个天道合一啊 他这块跟我们分析了一下 他当时就说 这个习近平啊 没准就是咱们第二个重真 共产党的重真 就是亡国之军 当时呢 老习可能是准备登基吧 还没有登基呢 那么后来他做的一系列的举措 等于说他的这个政策是越来越像这种个人崇拜 越来越把各种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发现实际他已经把这个中国已经到了这个灾难的边缘 本来他这个人水平不高 但是又浩大喜功 还刚愎自用 出去以后到处乱撒币 还那个胸怀还很大 就是古人说的知大才疏嘛 还想构建人类共同体 搞什么一带一路 什么什么 说了一大通 实际他的那些东西并不利于中国发展 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几十年 就是从邓江湖这三代人秉持了老邓的那个韬光养晦的政策 偷偷的搞发展 打枪都不要 但是他上来以后不是这样 又是造航母 又是搞全球扩张 又是厉害了我的国 又是什么2025 就是弄得把美国家的老大都不放在眼里 那么他能没有今天的灾祸吗 按照他这个七八年统治下来 他把整个中国的这种官僚体系 按照他的意愿整改了一遍 那么他现在改造成的这套体系 是一个非常无效的 而且是一个逆向淘汰的 只是上来了一帮溜须拍马的庸才 真正有能力的人还不耻于他们为伍 那么在风平浪静的时候 看着好像还能过 但是现在碰到了这个内外优患 他这套体系就不灵了 对不对 外部遇到了中美贸易战 弄到了这样一个宁查 碰到了川普 那这些跟他是宁搞宁 败下阵来 然后又碰到国内的这个武汉肺炎 搞得是应对顾此失败 造成了现在全人类的一种灾难 那么我把这篇文章里的有几段 也不长 就是精髓的地方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文章呢 首先认为呢 从政为什么亡国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的指示 最后能干事的大臣 差不多都被他杀完了 留下的都是不说话 不做事 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 那种听话的人 所以他最后还说 诸臣物证 其实是执迷不悟 始终没有理解 是他耽误了大臣 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你看他这一点总结的啊 跟咱们现在当今身上人民理教 多么像 什么还是定于一尊 什么几个看齐不忘初心 你这套东西 就是把所有的权利 给予自我一生 那底下的干部就不能干活 如果他如果干了 那就是他的看齐意识不强 他就是会被这种逆向淘汰机制 从这个体系中淘汰出去 所以他只能干 你想让他干的活 或者是你喜欢的活 他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后面又分析来说 一旦遭遇突发危机 应对能力的短板 就会特别明显 因为其他的人怕担责任 所以并不独立判断 也不自己决策 而是足迹上报 等待上级指示 上级没有指示 他就坚决不动 因为这样做 对他是最安全的 而这种过度的权力集中 导致的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结果 就是其他的人都对整个体制 失去了忠诚与认同 而只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的大公仔 那你看他这个说的 跟现在的情况多像 就是没有人勇于为这个党国去献身 那就是我们都是党员 九千万党员 那只有听习近平话的人 才能被得到重用 那么这些人 他是不是一定是有能力的呢 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所以一个国家的治理 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14亿人口 情况千差万别 他必须要上下一心 这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理 再怎么说呢 像共党这种一党专制 能搞到前几年那个样子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我觉得那都花了恐慌之力了 像他搞得这么极权 在这么复杂的这种国际背景下 我看他也是搞不动 何况他还有不忘初心 想回那个社会主义呢 最后他又总结的是这样的 其实这也是每个王朝 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 对朝廷没有什么认同 对皇帝也无所谓忠诚或者不忠诚 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 只做上级交代了任务 上级没有指示 哪怕是再大的立国立民的好事 他也不会去做 因为在这种氛围下 如果谁这样做 反而显得别有用心 容易成为众师之地 最后他被其他人逆向淘汰 所以这个呢 就跟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个文章呢 为什么传得这么火 他就是借骨俯金嘛 他说的是重真 实际就是指的习近平嘛 甚至习近平可能有些事情 做的还不如重真的 那这次在这个疫情方面 我看他也是进退失去 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还能拭目以待 但是他这样一折腾 中国发展的势头呢 在这里可能就禁止了 他再往前可能就没有那个动力了 那么从国际上来看 因为你中国现在停摆 那么全世界他还能运转 那么怎么弄呢 他就可能会在这个 以前的这个产业链 中国是中间很重要的一环 那么慢慢的 大家可能就会绕过这个链条 就把你中国这环 可能就要绕过去 当然这个不是讲的那么简单 他可能会从各个产业 逐渐开始吧 你现在从这个轻工业 服装呀 手工制品呀 这一块我看 最先绕过去 慢慢的一些 再高端一样的产业 我想也会逐渐绕过去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将会失去 以前那个世界工厂的地位 这个呀 也不是微言耸贴 上个礼拜呢 江泰国去到那个商店 就买了两件衬衣 两件T恤 就是刚推出的嘛 夏天的这个短袖 那我看了 我买了四个 不同款式的 没有一个是 所以这个企业 它为了生存嘛 转型也是挺快的 那么后面迎接中国呢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很大很大的困难 现在国内的五毛 都没有意识到呢 首先我觉得 它会直接面对的 就是通货膨胀 这是肯定的 那你这一年十二个月 有三四个月不搞生产 那它这块的黑空 怎么补起来 我觉得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通货膨胀 近期就会迎来一个 物价的一个上涨 这就是通货膨胀的道理 然后失业 我觉得这也是肯定的 你想一个 十四亿人民的大国 你一下子不生产了 停摆了 存消耗 所以呢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风险 还在中国呢 就嗨的不行 小程序看着 然后广场舞是跳舞成了 反正我看 好多微信群里头 依然还是挺热火朝天的 他们就是意识不到 意识不到这种灾难 也许很快就会降临 好吧 这篇文章呢 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 中心思想就是一个 习近平有点像崇祯皇帝 也许他就做了末代之君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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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